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 澳大利亚与其四方伙伴 美国 印度和日本 谴责北京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但他们一致认为这对地区安全至关重要 这些国家的高层外交官还同意加快 在印太地区的网络安全防御措施 以应对中国的网络战争行动 这次四方会谈在对其未来 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进行 因为今年还未举行领导人级别的讨论 接下来 巴西的菲利普 托莱多和法国的约翰娜 德法在各自的奥运会比赛中 克服了巨浪和不可预测的天气 成功晋级 托莱多在第二轮比赛中 击败了新西兰的比利 斯泰尔曼 而德法则在艰难的早晨条件下 从一次翻滚中恢复过来 淘汰了澳大利亚的莫利 皮克勒姆 最后 我们来看看英国游泳健将亚当 佩蒂的故事 虽然他在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挖 勇比赛中仅获得联合银牌 但佩蒂反思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后的 个人成长和克服挑战的过程 他谈到了与心理健康问题和酒精问题的斗争 以及他如何恢复并决心重返体育界 尽管未能实现他的理想目标 佩蒂展示了他的韧性 并以他的内心和个人成长为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陈锋报报道 澳大利亚及其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伙伴在东京谴责了 北京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但避免直接点名中国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与美国 印度和日本的外交部长 在四方会议上同意加快网络安全防御措施 以应对中国系统性使用的网络战 然而 尽管提到了一系列安全挑战 包括海上侵略 网络和信息战 声明并未直接点名中国 四方会议在没有举行领导人 级别讨论的背景下进行 这使得该组织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黄英贤宣布 澳大利亚将投入1800万美元 建立新的海底数字电缆中心 以增强太平洋国家的连接性 并抵御中国在该地区加强网络的企图 会议还达成了加速菲律宾网络弹性项目 和在印度举办四方网络训练营的协议 黄英贤在开幕词中 强调了四方对澳大利亚战略必要性的信念 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和印度外长苏布拉玛尼亚姆 贾伊尚卡尔的响应 《独立报》报道 在巴黎奥运会上 巴西世界冠军菲利普 托莱多在对阵新西兰选手比利 斯泰尔曼的比赛中险些出局 但凭借一个几乎完美的波浪得分 赢得了第二轮比赛 而法国选手乔安纳德费 则克服了伤病在塔西提晋级 比赛场地TQPO的条件变化多端 早上雨水 小浪和风暴 威胁着海滩上的遮阳伞 但下午风平浪静 托莱多在斯泰尔曼得分8.17后压力骤增 然而托莱多保持冷静 成功骑过泡沫球 得到了9.67分 引发了观众的欢呼 澳大利亚选手杰克·罗宾逊 也受益于改善的条件 凭借一个强劲的波浪得分9.87 击败毕鲁选手卢卡·梅西纳斯 重新回到奥运竞赛轨道上 法国选手德费在早上的艰难条件下 淘汰了澳大利亚选手莫利·皮克勒姆 尽管在第一轮比赛中 头部受伤并需要医疗评估 但他最终通过了脑震荡测试并顺利晋级 中国选手杨斯奇也在第一轮和训练中表现出色 击败毕鲁选手索尔·阿吉雷晋级第三轮 《独立报》还报道亚当·皮蒂在巴黎奥运会尚未能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第三块金牌 但他已经赢得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一场缓慢而紧张的比赛中 皮蒂与意大利选手尼科洛·马丁尼吉并列银牌 仅凭本能触臂决定了比赛的胜负 尽管皮蒂在比赛当天醒来时喉咙痛 但他仍然保持乐观 认为银牌也是一种胜利 皮蒂在东京奥运会后经历了艰难的时期 包括抑郁和酗酒问题 但他通过教练梅尔·马歇尔的严格指导 和儿子乔治的激励 重新找回了动力 尽管这次未能获得金牌 但皮蒂展示了 他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和决心 巩固了他作为英国最伟大奥运选手之一的地位 独立报报道 一群名为Just Stop Oil的抗议者 在盖特威克机场的出发门口进行了封锁 试图阻止旅客登机 这7名活动人士进入了机场的南航站楼 导致机场一度陷入混乱 尽管如此 盖特威克机场发言人表示 机场仍在正常运营 抗议者已被逮捕并移除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抗议者坐在地上的照片和视频 这次抗议活动是Just Stop Oil国际起义的一部分 旨在向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在2030年前停止使用石油 该组织表示 只要政治领导人未能采取果断行动 抗议活动将继续进行 就在几天前 另一批Just Stop Oil成员 在西斯罗机场被捕 他们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向饭高的向日葵 泼洒番茄汤后被判刑 还为所有有色人种女性树立了榜样 在这个选举季节 越来越多的黑人女性勇敢地站出来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并在哈里斯的总统竞选中 筹集了超过1.500万美元 尽管面临种族主义和对DEI计划的威胁 黑人女性在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成功 从学术界到商业界都是推动多样性和创新的力量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在24小时内筹集了超过8000万美元 创下了单日政治筹款记录 这显示了黑人女性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影响力 《卫报》报道 诗人戈伯耶加 奥杜班桥的一座亚当是一部令人震撼的诗集 以2001年在泰晤士河发现的一具无头男孩尸体为灵感 这名男孩被警方命名为亚当 据信他在一次仪式性牺牲中被残忍肢解 奥杜班桥在书中以亚当为起点 融合了创世纪和约鲁巴文化 创造了一个充满痛苦和喜剧的世界 这部诗集通过一系列诗歌探讨失踪者的命运 充满了想象力和情感 奥杜班桥在诗中描绘了一个被破坏的伊甸园 水的意向贯穿史中 语言的碎片化和低声调的书写风格 让人感受到潜在的危险 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诗你》 亚当的众多亚当 这是一首关于集体失落的诗 令人深思 奥杜班桥本人在生命的最后也失踪了 最终被发现溺水身亡 他的一作亚当 由费博出版社出版 部分收益将用于支持低收入 黑人作家 南华早报报道 正在崛起的中国体操明星张亦涵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执意要与美国传奇选手西蒙 拜尔斯合影 这一迷昧行为感动了众多网友 视频中 张亦涵在比赛结束后 拒绝穿上外套 坚持要等到拜尔斯拍照 尽管最终未能如愿 但张亦涵的可爱和执着 赢得了网友的喜爱 一位微博用户评论道 张亦涵既可爱又有野心 这让他非常讨人喜欢 张亦涵在比赛中的表现也不俗 他在高低杠项目中 获得了14.700分 排名第五 而拜尔斯则以15.300分和14.600分 分别在跳马和自由体操项目中 名列前茅 拜尔斯的出色表现 引来了包括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om Cruise等名人的惊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住房事务局局长何永贤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香港可能通过提供更多可负担住房 来提高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 从而激励他们展翅高飞 而不是躺平 何永贤指出 政府将继续努力说服 私人开发商增加 可负担住房的供应 尽管经济表现不佳 他表示 政府观察到年轻人 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这比租房更能提供稳定性 一些年轻人选择公共租赁房 作为主要住房目标 部分原因是缺乏可负担的选择 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流动性 政府计划通过增加补贴住房的比例 提升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 并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增强公众 特别是年轻人的信心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国防部和军队在人工智能的实施 和使用方面存在碎片化的问题 缺乏协调性 新发布的联邦战略报告指出 国防部和加拿大武装部队尚未准备好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内部国防部中心 作为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枢纽 并加速实验测试评估和部署人工智能技术 尽管一些专家对该战略的前瞻性表示失望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专家们强调 加拿大需要在国际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确哪些人工智能系统是可以接受的 并划定红线 报告还指出 国防部需要慎重选择合作的私营公司 并确保这些合作关系 包括加拿大公司 以维护使用武力和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标准 Yohu US 报道称 随着中国遭遇致命洪水 一张旧照片在社交媒体上重新浮现 错误地声称这是一名在救援超过50人后倒下的英勇警察 实际上照片中的警察是在2020年一次寻找失踪登山者的行动中 因疲劳和众暈倒的 照片在中国视频平台抖音和YouTube上广泛传播 许多社交媒体用户误以为照片中的警察参与了洪水救援 经过反向图像搜索 发现照片出自中国湖南电视台2020年8月6日的报道 照片中的男子是黄惠明 他在寻找一名失踪的73岁登山者时晕倒 与社交媒体帖子中描述的英勇警察是不同的人 后者在2021年河南省洪水中救援了51人 BBC报道 创纪录的降雨使数千人被洪水困在朝鲜 促使领导人金正恩宣布紧急状态 照片显示新一周市和一周县的农田和房屋被淹 尽管BBC无法独立验证报告的细节 国家媒体称许多人通过空运获救 自然灾害可能会加剧朝鲜现有的粮食短缺和基础设施不良问题 朝鲜这次相对开放地报道了 这一灾难 官方报纸称极为严重危机 并没有提到任何伤亡数字 金正恩亲自指挥救援 并宣布三个省份为特殊灾害紧急区 分析人士表示 这次救援努力比以往任何一次灾难后的救援都更为广泛 朝鲜能够做更多是因为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日本时报指出 自2006年以来 全球自由和民主水平已经连续17年下降 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报告世界自由 随着全球威权政权势力增强 我们正接近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报告强调 一些经历了民主化进程并定期举行选举的国家 正变得越来越专制 例如 格鲁吉亚最近通过了外国影响透明度法及俄罗斯法 将接受一定数量外国资金的组织和媒体视为间谍 这对格鲁吉亚的民主是一个挫折 并可能显著影响该国加入欧盟的前景 CNN报道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周末视察了朝中边境地区的洪灾救援工作 约有5000人从受灾区获救 由于连日暴雨 鸭绿江水位大幅超越警戒线 导致新一周式的洪灾形势非常严峻 金正恩亲自指挥救援行动 并批评有关部门未能做好防灾准备 与此同时 亚洲各国也在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和经济损失 台风钙米在菲律宾和台湾引发严重洪灾后 于上周四登陆中国福建省 并在周末造成中国多地洪涝灾害 中国东北地区 特别是辽宁省 也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超过45000人被紧急疏散 Nikkei Asia报道 菲律宾正在寻求日本和美国的资金支持 已推进一项价值500亿比锁 约合8.5亿美元的货运铁路项目 该项目原由中国资助 但在2022年7月中国政府撤资后 菲律宾转而向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和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Join寻求资金 菲律宾基地转换和开发局 BCDA主席洛伦扎纳表示 项目旨在连接苏比克和克拉克两地 提升旅宋岛的经济走廊 菲律宾 美国和日本在今年4月举行了首次三边峰会 并在5月在马尼拉举行了首次官方级别会议 讨论该经济走廊的具体合作 Yohu!US报道 前NBA球星吉莫弗雷戴特 在被邀请加入美国三成以三篮球队后 重新燃起了对篮球的热情 弗雷戴特曾是大学篮球的传奇 但在NBA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2022年 弗雷戴特被美国篮球协会的资深顾问弗兰 弗拉希拉说服 加入三成以三篮球项目 并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做准备 弗雷戴特在三成以三篮球比赛中 展示了出色的投篮和传球能力 帮助美国队在多个国际赛事中取得佳绩 对于弗雷戴特来说 参加奥运会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 也是对他多年篮球生涯的一次完美总结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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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